作曲 李宗盛 无人无人能做多 只一生都尝尾 悲悲喜喜相缓砖 有一切都尤尾 青春从神去莫名 只想情意能共荣 情人情人常年期 我一生痴醉地 为何为何难共对 太伤心皆因你 谈情谈情愿是你 良相会相靠地 情愿情愿良心 有一切不愿的 啊 自相相爱永莫期 啊 自相爱永莫期 真心能翠练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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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旧的不就新的不来嘛 对不对 哎 哎 你还年轻啊 还有很多机会 来 干一杯 一杯减千愁 把它干了 喝 啊 哎 这个酒真特别 有软木塞啊 嗯 没见过 哎 我的酒精呢 啊 酒精 啊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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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醒了 妈妈 哥哥 家姐 哥哥 家姐 你没事我们就安心了啊 是啊 家姐 干什么为这样的女人自杀有多笨呢 嗯 妈呀 嗯 我不是自杀的 对对啊 伯墨 她不是自杀 她 喝错了东西 对啊 你不要说话了 说你是个扫把心转世嘛 妈 关琪哥什么事呢 妈呀 这次真的是我自己不小心 家姐 你刚刚洗完胃 别说那么多话啊 对啊 其实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我已经想通了 你想怎么样 我想要回老家了 大吉大利 好好的干什么要死呢 对啊 不是啊 我是想回紐亚克 把博士学位读完了 回纽约 我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忘记一切 这样也好啊 可是哥哥 这次你不走都不行了 你现在进了医院 明天的报纸啊 一定会说你是为了跟华姐分手 而自杀的 对啊 什么 见你妈妈别作骂 不行不行 舅舅啊 你现在不见 难道我们结婚那天你也不见吗 你不是最疼我的吗 不行 不用说 干什么呀 什么不用说啊 你是我们的媒人哪 别说 你不去我们就是无眉苟河 无眉苟河要淹死的 去嘛 去嘛 去啊 去啊 这 其实我 我没什么关系 不不不不 我怕去看到她妈的时候 大家一时火大 吵起来就不太好了 你看去就行了 舅舅啊 那你就随便让她骂两句咯 对啊 就让女人威风一下 要回的面子嘛 是啊 舅舅 您只有我一个外公女啊 去嘛 你只有我一个老四 去嘛 去吧 去吧 伯父伯母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一点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们是袁哥的家人 是的 我爸爸 我妈妈 谢谢先生 谢谢太太 少太太 你们真好福气啊 又有个阿元这么听话的儿子 哪里啊 还过得去吧 这是我妹妹和她的男朋友 你好 你好 我认得你啊 最佳男配角嘛 小角色 小角色 坐 妈 上来 请坐 还有这位啊 吃花生 你弟弟阿东 你来干什么 请你马上走 不欢迎你啊 妈 喂 我今天来谈正事 不是来跟你吵架 有什么好谈的 坐吧 妈 请坐 坐下来再说吧 喝杯茶 来吃花生 少太太 是这样的 我们阿元呢 就要跟你们芳芳结婚了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谢太太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不过谈到婚事呢 是你跟我两家人的事情 我不想外人在这里 麻烦你马上走 别爱手爱脚的 父母啊 对不起啊 我是他们两个没人 我有权坐在这里 没人又怎么样 结婚的事情你懂吗 你接过吗 别叫妈 你这是百民跟我过不去吧 是不是想跟我吵架 吵就吵 我派你啊 吵就吵 你想打人呢 你跟我说一句 稍安勿躁 还是先谈婚事好了 是 你干嘛叫他们来 先坐下来 真是坐自己一句 喝茶 喝茶 来 少太太 喝茶 不知道礼金 酒席方面怎么样 是啊 谢先生 我这个人没什么要求 我只要芳芳嫁得好 嫁得开心我就行了 我现在又不是卖女儿 礼金方面呢 十万块 够了没有 不够阿渊再多给她点 这种狗眼看人低啊 我跟你是结拜兄弟 我不能让你让人瞧不起 你这么说就好了 结拜兄弟是吧 现在你很有钱了是吧 那么你听着 礼金呢 我要一百万 少一毛钱 我芳芳都不嫁 伯母 一百万 对 少太太啊 你是开玩笑吧 是 捡一点行吗 没得捡 这种人不要求她 给她 赵给她 哈 伯母 这 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她连弟弟都不理啊 她怎么会捡给你的 你回家准备好棍子数钱吧 这么多钱压死你 去你的乌鸦嘴 几十年不变 芳芳 我们走 少太太 少太太 走 慢慢商量啊 少太太太 再坐一会儿吧 这下怎么办 太太回来了 小姐回来了 妈 你不用说了 一块钱都不捡 看看你舅舅刚刚那副德行 居然拽不拉击的 她一定很有钱了 你干嘛要为她担心呢 妈 你不要为了当年那一千块生舅舅气生到现在吗 你搞清楚啊 现在是她惹我生气 不是我惹她 当年那个女人不是好人呢 借钱给她结婚 不是害了她吗 亏我一片苦心呢 现在她恩将仇报 妈 事情要分开来说嘛 你没理由要原格给你一百万礼金啊 人家以为你卖女儿呢 那一百万我也不是打算自己全收起来啊 我拿出去做善事行不行啊 我可以盖家谢元邵芳芳新婚纪念小学 可以了吧 你不用看着我 我不是一个很贪钱的妈妈 我只是一肚子气啊 那我怎么办啊 妈 干脆你借 不用干脆 要我把这笔钱借给你舅舅啊 你想都别想 你可以跟谢元去私奔 我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妈 我是我的 你自己的舔吗 你这楼子 不是真的都是个费力耶 你啊 你这个费力 那是得好 那是有什么资库 你这些人 你还没要吃 很累 我的费力 你得到你 那又不是 你一定实在 互相关于自己的 就算了 对 看你 我去你过门之后 我一毛钱都没了 你要跟我过苦日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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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 还有啊 进了谢家门 你要煮饭洗衣服 事物大小全负责 我小时候都做惯了 还有一句格言要守住 这是我爸说的 做人要终止 就算要饭 要饭都要停止 这样更不够值 嗯 还有一件事 不过这件事 你很容易做到的 什么 就是三年爆料 开支散烟 传宗结代 常生常有 行不行 你倒是生产机器 不然娶老婆来干什么呢 你快点去银行拿钱吧 免得我妈每天都追问 谢谢盈姐 请你喝茶 谢谢 我的钱不是放银行里 一百万那么多钱 你都放在家里啊 当然不是啊 我没那么笨 就放在身上 放身上 你怎么放 这些 礼籍 你看看啊 我人坑有几万 齐几千 方氏强六万 中数加五万 梁家数三万 光是去收回这些钱单啊 我看起码有五六十万了 你搞什么 你把钱通通都借给别人了 哎呀朋友知道 应该数材账义嘛 借钱就几很平常啊 居然还说平常 万一大家都不还给你 我看你怎么办 当然不会了啊 他们通通都讲信用的 核桃酥 鸡蛋糕 我真不知道该吃哪一种了 喜欢吃哪一种 就吃哪一种 慢慢吃吧 嗯 正点啊 我看吃完了啊 回家不用吃晚饭喽 嗯 有耳不腻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 老头子 我们出去找找老板 看看还有什么药的 嗯 好好好啊 你们俩别出去啊 免得路人跑来看明星 党人做生意 嗯 嗯 相公 吃块饼吧 嗯 娘子九里 二爷呢 拿两千块的定金给我 两千块 嗯 糟了 真的不够啊 你怎么把钱都花光了 我还有啊 不过只剩下一千二左右了 先给我吧 我口袋里还有几百 您知道要花钱 多带一点吗 我带了五千块出来啊 今天五千块啊 哎 现在的钱呢 不经花啊 不够钱给定金丢死人了 哎 说句不好听的 这点都难度日啊 嗯 真容易转其难啊 真是 嗯 今天的杏仁茶好香啊 好滑 嗯 尹姐回乡下去了 是我妈亲手煮的 是吗 嗯 未来岳母真要一手啊 未来女婿啊 我那一百万有消息没有啊 要不要等你中马票啊 妈 你急着用钱吗 喂 你还没嫁呢 不用那么快护着她吧 真是女生外向 嗯嗯 你放心吧 下个礼拜呢 准备个皮箱 来收钱好了 但愿如此了 哦 对了 我时间到了要打通宵麻将 你们慢慢吃啊 晚我来洗好了 嗯 未来女婿啊 我女儿还没嫁给你 吃完之后呢 拜托你早点回去 呃 拜拜 拜拜 你女儿非要留我过夜我也没辙啊 嗯 你活该呀 每次来都被人家臭 听多了就习惯喽 喂 那些人有没有把钱还给你啊 大部分都还我了 我想也收回来十几万了 你看看 来看看啊 嗯 成绩还不错 嗯 当然了 罗忠耀五十万 谁是罗忠耀啊 罗先生 罗先生 对啊 他怎么会跟你借五十万 是片酬啊 每次拍戏呢 他都没付足片酬的 家家的总共欠我五十万了 没道理啊 我做了这么久 他都很少欠我片酬的 当然了 有太后帮你收钱嘛 你妈多厉害啊 没关系 我叫我妈去帮你收 不要啊 这种事我自己也解决好了 那你明天得去追他啊 嗯 啊 啊 这样吧 我明天呢 叫会计把账算一算 然后开张支票给你 啊 相信我 罗先生说话是算话的 啊 就这么说 罗先生 坐坐坐坐 好 这家伙呢 帮我爸爸做的墓碑 这么快就想收钱 嘿嘿嘿嘿 不过好像罗老先生去世有一年了 哈哈 再商言商嘛 对不对 不过个十年八年 怎么知道墓碑耐不耐用呢 哪有这么快给钱的 哦 罗先生果然金打击散了 对啊 再商言商嘛 不懂周转怎么会发财呢 对不对 哦 哎 哎 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啊 呃 是这样的 罗先生 嗯 呃 我 我快要结婚了 你知道啊 嗯 这件事全香港都知道了 哎 不过老实说阿远 一百万娶个老婆 呵呵 贵了点啊 哎 所以最近我比较需要用钱 突然想起来 原来我有五十万聘酬 在罗先生里那保管的 想看看罗先生你可不可以 行行行行 这样吧 你明天呢来找我啊 啊 那么我叫会计呢 开张支票给你啊 可是明天是公共假期呢 可以 放心相信我啊 我说话算话的 可是 我会有办法的啊 还什么那么开心啊 哦 多太太 哎 刚刚碰上你两个朋友 来找你开局啊 哦 好好好 好 我找你上诉啊 是吗 好 没问题 哎 我们才三个人啊 这不成局啊 哎 有他们在吗 哦 对啊 嗯 对啊 你来玩好吗 对啊 哎 不行 我不会赌钱 哎 赌什么钱呢 苏哈阿姨嘛 对不对 输赢才一万几千 小意思 是啊 就是啊 不会不给面子吧 不要 不是不是 过来过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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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谈骗仇的事情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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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 煮点咖啡 啊 什么好啊 人家几个都是大老板 我说哈怎么玩啊 人家一出手 我们就被人吃光了 哎呀 那些是小人 不能得罪的 一万八千就当丢了海里了 这种钱不能省的 啊 不是 我还是很害怕 怕什么 怕是没完没了 哎呀 你心里别七七凝重嘛 我在后面帮你看着 没事的 走 哎 钱财只是身外物嘛 看开点吧 阿远 总共是五十万啊 能看得开就不是人了 哎 这样吧 去喝茶再说 我不去喝茶 我先死 喂喂喂 你千万别轻举妄动啊 楼椅都能尚且偷生 牛的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 我想自己一个人尽一尽 可以 可以 我的礼金呢 方方 对不起 我知道是我不对 你原谅我吧 好吗 我怎么敢怪你呢 我是你什么人啊 我哪有权怪你啊 哎呀 方方 算了 他既然知错了 你就原谅他嘛 罗先生为人你了解的 又小气又担心 好色的很呢 那些片仇啊 能拖就拖 能欠就欠 我看他只是一时不小心呢 对啊 哎 伯母说得很对啊 其实罗先生叫我赌 我才会逢场做戏赌一赌吗 他叫你去死你死不死啊 你那么听的话娶他做老婆 哎呀 方方啊 你生气也没用啊 不要说出这种话 妈 你干嘛老去护着他嘛 明明是他不对嘛 哎呀 是谁对谁错都好了 以和为贵嘛 都过去了 你还生什么气呢 是啊 方方 我不生气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要怪只怪我自己 方方 你别再这么说嘛 好不好 我说错了吗 我最恨你就是输了 钱都不告诉我 哎呀 算了 这种事是注定的 说不定是你们俩的缘分呢 哎 阿元 那五十万呢 你慢慢还给我吧 听到吗 哦 我现在叫尹姐 煮点甜汤给你们喝 你们火太大了 尹姐啊 尹姐 谢谢你 伯母 哎呀 对不起 我知道是我不对 现在我发誓 我以后不会再赌钱 如果我再赌钱 我就不得好死 身败名裂 妻离子散 加上绝症 好了吧 啊 我以后不赌钱了 就算连赌片也不拍了 看在我妈的份上 我现在算是原谅你这次 你不要让我知道 有下一次啊 嗯 不然的话要你好看 嗯 哎 很快有甜汤喝了 怎么样 没事了吧 没事了 哎 他笑了 没事了 哎 人姐说 今天他那里三缺一啊 陪我过去打牌吧 是吗 打多打啊 五一 开玩笑呢 怎么会再赌呢 进来 进来 好 哎 不是要我赔钱吧 不要谈钱 谈钱伤感情 不谈钱 谈什么 谈气节 啊 钱是万额的源头 每天都想着钱 没钱苦着脸 借钱最丢人 下跪更讨厌 嗯 龙导爷 我也是穷人 我没钱 好 我正想找一个没钱的民族英雄 而这个民族英雄就是你 我 没错 东亚病夫 给我尽情的 踢破他 不 我就是想着 你只能够抢个钱 才能够抢个钱 你的孩子 你只能够抢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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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明白你说什么 我打算开拍一部 血泪交织而成 史诗式包装的 武侠民族剧片 《唐山大兵》 那我 那我做什么 是不是做主角 你将会实验一个 左眼双手双脚 都与众不同的 唐山大兵 是吗 那不是很厉害 厉害 厉害得难以置信 了不起 怎么样 七哥 好像平凡了一点 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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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此言差语 李奇一身装扮 都充满着中国的 民族精神 这么厉害啊 我看不出来啊 白色的汉衫 代表中国的一无所有 黑色的长裤 代表中国的艰苦 穿鞋夹袜子 大方老实 有面子 功夫鞋 代表中国永远相亲 永不停步 哇 太棒了 还有 双截棍 左边代表理想 右边代表和平 中间的链子 代表中国人 心连心 新连心 李奇 给我尽情地舞动它 揮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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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揮霍 揮霍它 揮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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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一下中国的民族精神 可是待会儿去喝瘦酒 胖胖 咔嚓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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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厉害的 咔嚓 哇塞 好啊 化悲愤为力了是吧 牧人都被你打得要躺下了 现在我什么都不在想 专心拍戏 扬威海外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 中国要一个武打巨星 李奇 李奇 你是不是渐渐轮胆太多 你也变疯了 扬威海外不是这么简单啊 不是啊 有智者事进城啊 提起这件事呢 我有点事不明白 说 说到打呢 我打得比你好 说红呢 远哥比你红吧 为什么不选我们选你呢 因为 我拥有中国人传统的特质 什么 什么特质啊 贫穷 哎呀 好棒啊 阿琪 你这么说呢 你干脆住精神病院 我看你有点 你说什么 我是说这个 哇塞 你太入血了你 来来 我宫廷你 来来 我宫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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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快乐 你快看看金牌上面 刻了什么字 对啊 哎 怎么金牌上面有字的吗 对啊 我来看看 我看清楚点 隐隐约约看到有两个字在上面 我来看清楚点 哦 有快乐两个字吗 哦 对啊 希望伯母你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随心所欲 这还不错 阿琪你真是的 应该刻上生日快乐四个字才够应景嘛 哎 你也看到了 怎么能刻上那么多字呢 哈哈 送礼只是一种心意 千里送额毛 礼清情义重嘛 说得对 大家不要打喷嚏啊 一不小心吹啊 吹到那边就不好了 啊 好姐 不许这么没礼貌啊 人家七哥啊 过门也是刻吗 啊 我是开玩笑的 七哥不要介意哦 没关系 我这个人很能开玩笑的 哎 不知道是谁来助寿呢 是啊 过去看看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吴先生 啊 好姐 谢谢谢谢啊 哎呀 所致啊 伯母 恭喜恭喜 怎么现在才来呢 意思意思 不停敬业啊 哎呀 好重啊 我看看 哇 好重啊 我看没一进要十二两了 是啊 这么大的金牌啊 整幅八仙贺寿 花上去都行 对啊 托你们的红服 炒股票赚回来的 是吗 左致啊 你这离好像太厚了 嘿嘿 小意思嘛 啊 不用自卑 哦 不会 各有情因莫信人 人比人气死人 我不自卑 走 什么事啊 我问你 你到底骗了他们多少钱呢 笑话 我每天都在送钱给他们花 你不用装神弄鬼 不然的话 我把你打个半死 跟我说没用 进去说 说我是老贱拆白党 看看有没有人相信你 告诉你 只是包不住火的 你早晚会露出狐狸的尾巴 我劝你不要多管些事啊 跟我过不去 你是自找麻烦 哼 哎呀 怎么会这样啊 对不对呢 我早就让你放好了 那现在摔破了 对 对不起啊 太太 你当落地开花 富贵荣华吗 啊 哎 大破了 不要看着我 我不是故意的 对啊 七哥 只是风大 吹到地上去 不关妈的事的 是吗 那就是名副七十 风都吹得起了 你真讨厌 老爱挑毛病 小事情小事情 换块玻璃就行了 对 换一块玻璃 嫁祸李奇 有什么好处啊 哼 拔掉了眼中钉 骗他们的钱就容易多了 说得对 这个混蛋实在是够讨厌 做得好看一点啊 伙伴是 你放心 如果不是遇上左智啊 我看你连命都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倒霉啊 现在我的肋骨还疼得很呢 当然了 穿金带银招摇过市 不抢你抢谁啊 算了爸爸 这次就当破财消灾好了 不是啊 我什么都没丢啊 伯伯 听你这么说 你不像是被人抢劫啊 简直是被人家打啊 跟人家无仇无怨 谁会打我啊 你最近有没有跟人家吵架啊 有好几个月也没和方马打牌了 谁跟他吵架呀 或者是有没有 打破人家东西啊 弄坏人家东西啊 惹人家生气而不知道 只有生日那天采烂了李奇的那个金牌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奇哥为人哪 心胸广阔 他不会放在心上的 可是 他是有名的武打明星啊 对了 我被人用麻袋套住的时候 我真的一约看到有个人是穿白衣服黑裤子的 妈 穿白衣服黑裤子的人到处都是吗 不用问了 是他了 妈 哎 伯伯 你没事吧 不用毛口号的假词呗了 给我滚蛋 啊 你叫谁滚蛋啊 哎呀 啊 奇哥啊 你没事吧 我看妈只是一时的误会 你不要放在心里哦 我 没事 习武者所为何事 强生健体保家卫国 弁人老妈所为何事 不关我的事 匾人的时候你在哪里 跟牛家良师傅在学虎鹤双行拳 听说牛家良师傅去外部拍戏了 你怎么说都行了 就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好勇斗 打女人民族英雄啊 牛打猪虹啊 是一个贬人老妈的民族英雄 巨头三十有神灵 如果真的是我做的 我就五雷轰点 不得好 奇哥 奇哥 不许你说 如果他们真的不相信你的话 还有我相信你 谢谢猪妹 我也是 我人头担保 我说阿琪没做过 患难见真情 总算有点安慰 奇哥 既然是你跟你无关 我们就得跟妈说清楚了 说得对 等一下解释就好了 要记住千万不要激动 好 答应你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进去吧 哎呀 七哥 可能我妈心情还没有平静 没砸伤你吗 我 没事 二桶 糊了 二五桶青衣色 哇 人家还没离手呢 剑光死了 算了 让你糊 少有啊 输了青衣色 一点都不生气 财生一个价位 就随便地糊吧 那那那那 现在你赚大钱了 小钱不在乎了 哎呀 我真搞不懂你们 真金白银去买堆废纸 我看有钱买房子 收租好多了 股票值得买吗 芳芳 这就所谓 紫飞与音质娱乐吗 啊 就是嘛 每天赚一点呢 简直是赚翻了 对呀 真有这么好赚 不要教他 让他想 套医 外面下大雨啊 不是 阳光普照啊 你怎么都思索这啊 今天的股票市场啊 塞满了人呢 塞得水泄不通的 后来警察来赶人 开水泡 哇 真要命啊 她衣服头发全湿了 林姐啊 还像木头一样站着 拿块毛巾给佐治嘛 对了 佐治啊 今天那个 深水天线的行情怎么样 很好啊 一下子升了六个价位 哇 今天升得慢了一点啊 一块赚六毛了 你真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啊 最终要是常赚常有嘛 说得对 一块赚六毛啊 哇 利钱很好啊 对啊 吴先生啊 下次可不可以帮我买一点 行 有钱一起赚吧 谢谢 林姐啊 怎么连你也上当啊 俗话说手快有手漫眉嘛 你不买是自己笨 吴先生 算我一份吧 我也想买 你买 买蛋卷呢 是什么蛋卷 是金条 哇塞 整个金条都拿出来了 你真想拼命啊 小姐 你不想赚吗 吴先生 你算我一份啊 我去银行拿钱了 小姐啊 你等等我 好 好 这等于人人有份了 别露了我 算我一份 还说不值得 没有骨气 我知道你会臭我的 不过没关系 看在钱份上 不跟你计较 洗牌吗 妈 父母 你回来了 是啊 太太啊 我拿这些龙虾进去放尿啊 买龙虾了 对啊 明天早上做早餐的 哇 龙虾做早餐 这么富有啊 龙虾煮粥很好吃的 你明天来吃吧 你中了马票啊 我呢 不是中马票 是炒股票赚回来的 连你也学人家炒股票 什么学啊 现在路上 所有的人都在炒嘛 不炒才笨呢 用真金白银 买碟废质 轻飘飘 安不安全啊 对啊 哎呀 三姐前我也像你这么想的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早炒早赚 晚炒没得赚 元哥 你有没有买股票啊 当然没有啊 这种太投机的玩意 我家里不许做啊 况且有钱我也留着来 娶你过门了 对吗 喂 喂 怎么了 你来看我啊 我来帮你发财 干嘛 给我号码买小药材啊 经纪行的电话 你用你的钱去买股票 一定赚钱 哇 买什么股票 深水天蟹 妈妈他们说 一定生得很厉害 等等 过来过来过来 你打算拿我的老婆本去买股票啊 跌了谁娶你啊 不会跌的 喂 经纪盒在吗 盒先生 谢元 盛太太介绍我打电话来的 对我叫谢元 没有 我打算叫你帮我入点股票 什么股票 深水天蟹 深水天蟹 对啊 什么价位啊 两块钱一股啊 入货入货 入货入货 没错 多少股啊 喂 叫你打个电话也打不通 真是没用啊 算了啦 打的人多 当然打不通嘛 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生是一定生的 就只差生多少嘛 生多少也得知道吧 不知道 生到三块钱没有啊 你想得没 两块八都已经偷销了 接通了 接通了 亲亲啊 喂 经纪盒啊 我想问问你啊 那个深水天蟹 什么价位啊 谢谢 多少 多少啊 一块三 一块三 那不是亏了气吗 你是不是听错了 一块三 是不是三块三啊 对呀 好像 又好像不是 怎么不得 启文哥 不得 启文哥 启文哥 别那么紧张 阿联耳聋也许听错了 是啊 是啊 喂 何经纪啊 是啊 我想问问你 深水天蟹 现在什么价位啊 现在什么价位啊 哦 是 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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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块三啊 哎呀 我早说了 好了 发财 是 是一块一 啊 那不是爹的九毛钱 对啊 那我不打发财了 免得输得更多 七通好了 哎 哎 方方怎么办啊 我记起来了 这样好像叫做 哎 获利回吐啊 喂 那我们不是要输了吗 哎 一天没卖 怎么能说是输呢 让我算算输了多少 三一得三三三得九 我输了四百八十块 哦 四百八十块 这么少啊 还输少 快要五百块了 他们输得更少 你说了四百八 我也输了一百八了 哎 我也是一百多两百块了 哎 那我最少了 我一百都不到啊 嘿嘿 真的假的 你们平常大声说龙虾做早餐 还老说赚很多 你们才买那么一点啊 哎呀 赢起来啊 真的能赢只龙虾啊 小傻瓜 这玩意儿当然随便玩玩就算了 难道全部家产都放下去吗 说得对啊 有那么多钱啊 当然是投资买地盖房子才实际嘛 说得对 我这次真被你们害死了 阿元 你这么紧的干什么 你是不是亏了十万九千七啊 还不到 才九万块 啊 再跌就不值了 九万 有毛病啊 你赌这么大干什么啊 多久才能赚回来啊 下次别笨了啊 怎么可能还有下次啊 阿连姐你进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伤恩 那碗粥出来问问给我吃了 给我也来一碗谢谢 古市跌成这样 你还能够大鱼大肉的 我真服了你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 民意食为天 吃饱了再说 你看看 人家一家三口 一盘菜三个人吃 连青菜都没有 你看看你 来个鱼翅拌饭也好啊 佐治 我真想问问你啊 到底恒生指数从一千七百点 跌到一百七十点 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我全部身家性命财产 全都放到股票上了 我现在已经被套住了 你还这么安心呢 穷途未必末路 绝处都可以逢生啊 喂 吴总治 找到你这太好了 请几何 香情不如偶遇 坐下来吃顿饭 不行啊 要补仓啊 补仓就补仓了 那干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能要补二三十万啊 二三十万 明天就要啊 二三十万嘛 打个喷嚏就回来了 这个喷嚏好贵啊 才来自有方啊 宝东 左致 伯母在哪啊 妈跟师父去了大雨山拜拜 大雨山 大雨山哪里啊 你干嘛那么急找他们啊 没什么 我打算找他们去看看地皮 看什么地皮啊 我们和和炒地皮啊 刚刚找到一块啊 又便宜又好又棒 还有啊 要买就快 慢着就没了 他们没那么早回来的 起码得后天了 这样啊 不行啊 吃不宜吃啊 你告诉我 我去大雨山找他们 我 吴总治 你想骗谁啊 七哥 你怎么突然从上面下来的 没什么 看上面轻轻上去思考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 我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什么清清楚楚啊 我说个什么 说个什么 当心我打掉你大萌芽 金子动口不动手 大家四万人 不要动手动脚的 不要让我猜中啊 你一定是炒股票亏了 让人套牢了 所以想个办法 骗钱填树补仓 你不要含笑喷人 我含笑喷人 祝妹 千万别上他的当 七哥 你叫我不要相信他 我就不相信他 嗯 这个世界上面 除了七哥你之外 我什么人都不相信 祝妹 你成熟很多 全靠七哥 你平常提点我 我才变得这么成熟吗 是吗 嗯 开不滚 你 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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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感谢观看 还没有更阴呢 我这个人呢 没什么本事 阴的招数呢 再阴都有 干爹 你找我 有件事情 请你老实回答我 大丈夫光明磊落 事无不可对人言 你老爸 是不是杀人犯 老实回答 我收了封匿名的告密信 是吗 给我看看 我不打算把这信公开 唐山大兵 我不需要你做了 阵前一角 非我所愿 一角 龙道爷 我爸杀人的时候 我只有两岁啊 我需要的是一个身家清白的唐山大兵 身家清白 好美感 见这心 滚 有没有搞错啊 阿七这下完了 这样写法阿七怎么见人 搞什么呀 这么写法阿七这下完蛋了 咱们你也有啊 我早上回来 不知道谁放在我的位子上 搞什么呀 这么写法阿七这下完了 龙龙龙龙 你别那么大声啊 人人有份永不露空 大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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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闻哪 你知不知道旅琪啊 冰叔 咱们你们也有啊 我们每次都有啊 那不是联系厕所的都知道 不就是 那全世界都知道了 对啊 到底阿七得到什么人了 一定犯小人了 那阿七呢 有没有人见过阿七啊 没有啊 他还敢出现 如果地上有个洞啊 他钻进去都嫌迈 不是 我听说龙肝导演非常震怒 他连男主角都没得做了 叫他赶快滚哪 听说他太空 做海盗 说太婆做老宝子 说老爸是个囚犯哪 当然什么都不是了 人家写这种信啊 明明是污蔑他 作弄他嘛 你们还真相信啊 快扔掉 不是啊 这里边有文章 我听人家说 龙肝导演查出来 李奇的爸爸 真的是囚犯哪 啊 囚犯的儿子 这 不可能啊 这件事情我知道 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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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